Lun Sang 詞曲 詞曲 粉絲 完全不會 就是就是師姐有教我們就是團體就是最重要的 兩教一個人就是會比較不計較要感恩 所以我們團體之間互相就是跟男性交 然後每一個人吃很好的東西 因為我們大家都很替對方開心這樣子 而且每一個人好都是替團體加分的 嗯 而且五個人一起成長團體才會就是更好 會啊 因為我們就是因為不會比較 所以我們才這麼相愛 對 期待啊 為什麼還是結晉小女孩 每天都在愛情多少 衝勁 我們都是 哈哈哈哈 好 就其實雖然現在就是工作真的比較忙 然後我們都是生活真的只有彼此 但是還是希望如果 有喜歡我們的人趕快來吧 哈哈哈哈 那我的話呢 我是希望會有一個像白馬王子的人一樣 這樣出現在我面前 那我是希望 有人可以 欸 其實我也有人陪啦 他們四個就可以陪我 嗯 有人可以 讓我想念很想念他這樣 那我的話其實我就是 雖然還沒有工作之前都是以愛情為主 但是我自從開始就是工作 哈哈哈哈 工作還有加入PoppyLady之後真的是工作太繁忙了 而且有他們四個陪我 我現在就覺得工作跟姐妹比較重要 那我呢 我其實我就像一個小男生一樣 對 對 我們就是女朋友 對 他們只有四個有陣的女朋友誰會比較 你好花心喔 目前沒有耶 原本還沒有進入團體的時候可能還有 可是自從加入團體之後就完全的沒有 因為真的是太忙 可是連就跟女生的好朋友出去的時間都沒有了 對啊有粉絲會在台下說PoppyLady我們愛你 這樣我們就很開心了 就我們這一次來的時間很短 可是希望下次可以在大概久一點的時間可以跟大家見面 嗯 然後希望大家看到我們可以熱情的喊出來嗎 哈哈哈哈 就是這邊沒有冬天也沒有秋天都是夏天這樣 然後很熱 感覺這裡的人也都會很熱情 我的印象是就是天氣都很好 然後椰子汁很好喝 很多很多美食 對 對 那時候就是 馬來西亞的當地的人都會講非常多重點 哦 好厲害 好酷 我們的那個新的作品即將在下半年會發行了 然後我們現在目前的準備 不外乎就是有 歌唱課 然後舞蹈課 然後表演啊 然後還有比較 嗯 各種訓練 然後還有一些就像是體能課之類的 嗯